近期相對上偏弱 市場借過消息 要留意 穿了近期的低位 連再之前的位置 其實都已經試穿了 走勢來說 是繼續偏遠的 要留意會否繼續 領跌著恆新科技股指數 如果跌穿早前做過placement的價格 其實今天穿了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深一點的調整 其實有一樣東西是繼續成立的 其實對8%來說要小心一點 向下調整壓力可能短期未完 一點是大家要比較注意一點 對8%的調整